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近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再次驳回张盈颖家属对伊利诺伊大学湘宾分校两名心理顾问的民事诉讼,再次引发网友关注。 7月2日,张盈颖家属在美代理律师王志东再发声称,校方态度强硬,拒绝给予张家人任何人道主义援助。 而张盈颖父亲张荣高则表示,一家人多年来未能走出阴霾,目前为寻找女儿遗骸已花费数十万元。 据南都此前报道,2019年6月上旬,张盈颖家人对伊利诺伊大学湘宾分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两名社工提起诉讼。 2019年12月3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以备诉社工被指控的行为,对造成的后果相隔较远为由,驳回该诉讼。 至今年6月末,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也以罪犯对心理师透露的信息并没有构成特指的威胁为由,认为心理咨询师不应该对张盈颖的遇害承担责任。 7月2日,张盈颖家属在美代理律师王志东向南都记者解释称,两次诉讼均被驳回,造成的后果是,家人原来希望能够通过诉讼追究校方责任人,同时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补偿的愿望完全落空,上诉方案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 王志东说,我们曾透过校方律师表达与校方对话遇远,但校方采取非常强硬态度,拒绝一切对话,也拒绝道歉和一切人道主义的援助。 但他们则欣然接受了张盈颖用好心人捐助款项中的重要部分在伊利诺伊大学设立基金。 王志东也表示,因此前凶手克里斯·腾森在庭审中已提交自己的财务报告,其名下只有债务没有收入,因此起诉凶手获得经济赔偿也并无意义,目前张佳人无法得到任何赔偿。